记者杨新会台北报道,中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下周五登场,许多人会在这天表达心意,无论是向心意之人告白还是向另一半表达爱意,这天都是最好时机。 台北花市产销公司业务部副理陈根旺表示,今年上半年产区气候稳定,产量大增,价格也因此较去年便宜。 台北花市今天上午邀请20对单身男女参加联谊活动,安排一连串的交流互动,除了参访花市外,还实际制作情人节花术,让他们送给活动中心仪的对象。 陈根旺说,今年第一次举办联谊活动,希望极有活动促成好姻缘,也让更多人认识台北花市。 至于今年花价与产量,陈根旺表示,今年气候稳定,花农采收状况良好,各种花卉产量皆增加,价格皆比去年便宜。 陈进一步指出,以往行人节卖最好的是玫瑰,今年产量比去年多5-10%,价格也便宜一成。 今年玫瑰120支批发价为200-350元,杨洁耿代表永恒不变的爱,也是往年的热门选择,今年批发价110支为200-400元。 另外,象征百年好合的百合,表达深切情谊的勿忘我也是不错的赠花选项。